作词 李宗盛 我们今天就开始正式讲 这个印光大师文超精华录 印光大师文超精华录 一共是333条 三则 那么分成十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叫做赞净土超胜 现在我们看赞净土超胜 赞净土超胜 顾名思义 就称赞净土的殊胜 美好 什么叫殊胜呢 就是特别美好 超绝 超绝就远远超过 其他的这个东西 叫殊胜 称赞净土的美好 称赞净土的远远胜过于 其他法门的这种情况 赞净土超胜 那么第一条呢 大已哉 净土法门之违教也 我们先停在这 这个 这是个道庄句 道庄句 如果我们给它 顺过来的话 可以这么说 净土法门之违教 净土法门之违教也 大已哉 什么意思呢 翻译成我们今天的话 就是 净土法门作为一代实教 一代实教 是释迦摩尼佛这一代的教化 这净土法门作为他老人家 这一代的教化 太大了 有个大字 表示 表示赞美啊 称阳 太大 以哉呢 这两个字是感叹词 就是感叹 那么 为什么说净土法门 作为 释迦摩尼佛一代实教 特别大呢 特别美好呢 它大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大字啊 我们查字典呢 它是个形容词 第一呢 它这个规模广 你规模不广 不能称之为大 第二一个呢 程度深 不深 不能称之为大 第三一个呢 性质重要 这是我们从字典上查到的 最大的这个字的描述 那么净土法门 它特别大 大呢 是一个字 表示呢 用特别大 广大 广大表示它的用 程度深 表示它的像 体像用 重要 表示它的体 所以净土法门 它这个法门的体像用 这三者 体非常非常重要 它的像呢 是非常非常的深 它的用呢 非常非常的广 所以呢 我们说 重要 深广 所以净土法门 我们呢 用大来表示 体大 相大 用大 体大 这个 我们再往后学就知道 任何一个法门 都是净土中的注脚 换句话说 任何一个法门 都是净土法门的一部分 那你说这净土法门 体有多大 这个教体有多大 这个净土法门的体就有多大 因为所有的 如释迦牟尼佛一代 使教都是为了弘扬净土 所以换句话说 所以换句话说 任何一个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 全都是净土法门的 这个体的一部分 所以体大 相大呢 就是他的这个能力 叫功德 太深了 为什么呢 净土法门让我们一生 成佛 你说这个功德实际上 就是能力的意思 功德 功德特深 能力特深 有能力 没有用也不行 原子弹能力很大 你敢用吗 你不敢用 一旦用了可了不得 所以原子弹呢 叫何威慑 能射住你 有一个吓唬你的作用 但是确确是不能轻易的用 不能轻易的用 原子弹它还是有能力的 你不能说它没能力 它用发挥不出来 但是它能力还是有 这个能力 我们佛门当中叫功德 净土法门呢 这个相 就是它的功德 就是它的能力 很深 很深 深广无底 深啊 深不到底 所以 对净土法门呢 唯佛与佛 乃能究竟 我们这一般的人 都理解不了那么深 那么 它的这个能力 很大 功德很深 就是通过净土法门 这个修行 你有了功夫以后 你得到的东西 那简直是 不能用语言来形容 成佛了 是吧 所以呢 它的 向大 还有个用大 净土法门 三根 普贝 立顿全收 谁都可以用 谁都可以用 不仅是想成佛的人 可以用 我们上次讲了 作为国王 绝世有民 让世间间觉悟 让老百姓 规划善良 规从善良 以及呢 市农工商 这个发展其事业 或者是家庭呢 希望清太 或者呢 我希望朱元 吉祥 事事顺心 它都可以 都可以起到作用 所以用那大 用大呢 世间用 可以用 出世间也可以用它 世出世间 它都能发挥作用 这就是净土法门的用大 很多人说 念佛就是为了 就是为了生死 这件事情 好像与现实无关 英王大师说错的 持摘念佛的人 有智慧 有智慧的人 成佛尚且有余 更何况世间 这点鸡毛蒜皮的事情呢 就这个意思 更不在话下 所以它的作用特别大 所以我们今天在座 诸位呢 碰到了净土法门 真的是碰到一个 非常的大法 作用很大 大呢 往上 它可以解决生死问题 往下呢 可以使 身轻体健 所以作用 作用可以有 大的作用 可以有小的作用 如水银 堕地 磕磕结缘 如一月立天 穿穿影线 水银堕在地上 每一棵都是圆满的 你到哪去用净土法门 它都圆满 它都管用 你说我在家带孩子 行不行 没问题 你说我做饭念佛行不行 没问题 你说我要解决生死问题 没问题 净土法门管用 用大 所以大已在 那其他的法门 就不能用这个了 都是净土法门的主角 换句话说 其他法门实际上就是净土法门的 就是净土法门 都是要倒归在净土上 所以呢 我们千万千万别小看净土法门 我们一定要守得住净土法门 这个 这个呢是 上来开篇 就把结果给你说出来 净土法门 作为一代实教太大了 体大 相大 用大 体大 无有义法 不是净土法门 相大 功德特身 能够成佛 用大 生死 能解决 成佛 能办成 下边这小道 身体体健 都能 都能满足你的愿 那么 这个大字要展开 可以说 说不完 你比如说 普辈的众生的范围大 上中下三根 全能用 你说这用的范围是不是大 能用净土法门的人 范围很广大 对吧 他所成的果 很大 对不对 成佛果 能用的人 的范围很广大 所成的佛果 很广大 所以他大 能锁都大 所以 这个大字 其实用这个大字 是勉强来形容净土法门 我们这个人类 必须得用一个语言 来形容这件事 对吧 强明为大 实在不得已 我们用个大 来描述净土 实则 实实在在的说 这个大字 面对净土法门 很苍白 大 什么叫大 妙不可言 那么 以言浅言 我们用这个大字 把一切的形容词 全排遣掉 但是大本身 也是个虚妄 你说是吧 我们用大 把美好给取代掉 我们用大 把这个殊胜给取代掉 我们用大 把这个真实给取代掉 我们就用一个大字 强明净土法门 勉强的用这个字 来形容净土法门 实则 大 也不能够 我们人类这个大字 也不能够完全形容净土法门 所以呢 这个 上来就 开门见山 净土法门 很殊胜 很伟大 很超觉 这个 没有比他更好的了 超觉嘛 殊胜嘛 就是没有比他更好的 到头了 就这意思 你碰到他 就碰到头了 我们再往下讲 这个 教呢 净土法门之 为教也 这个教啊 是用语言 对吧 来讲法 叫做教 释迦牟尼佛肯定得用语言 来把他心法来讲出来 法呢 发于心 而通过语言 把这个心底的这个法 啊 讲出来 就形成教 所以 这个教字 就是 说明 他是释迦牟尼佛用语言 来教化我们的心法 啊 法于内 而教于外 就这个意思 这为教 唯呢 在这里边的意思呢 就是 这个 这个 作为 那 净土法门之 为教也 啊 这个作为 教呢 就圣人之言 批于下者 批就是给予 啊 圣人的话 批于下者 那么 那么在心 我们管这个教啊 在里边的时候 叫做法 那么法 发于言 叫做教 啊 这把这法 讲出来 叫做教 啊 所以教者 圣人批下之言也 教者 教育 就是圣人 给下边的人 给这些凡人们的 言语 这言语干嘛呢 表达一种法 这个法是什么法呢 是我们的心法 啊 内法 所以我们老称佛法是内法 就是它是在心 啊 那么 净土法门 那么这个法门当什么讲啊 法门啊 法门 那么这个法呢 就是 佛 释迦牟尼佛所说的 那 他这些话 是我们世间行为的准则 让我们照着这个规则 去 生活 工作 学习 则 法则 啊 是 这个法是释迦牟尼佛说出来的 干嘛用呢 让我们按照这个法来生活 来工作 来学习 规则 那么 管这种规则呢 我们叫做法 门呢 说 所有的 啊 这些圣人 圣住啊 很多很多的圣人 都是根据这个法 最后 达到了圣人的境界 从这儿入 入的门 啊 这法就相当于门一样 你掌握了这个法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法 把他作为门 当圣人 法门 大家清楚这意思啊 叫法门 所以 呃 所依循循的准则 那么我们修这法最后达到什么目的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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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门 通过这个法 你可以进入圣人 啊 进入这个门 通过这个门 可以进入到圣人的 啊 诸上善人 聚会一处 成为圣人啊 从凡入圣的门 就这意思 所以净土法门 这四个字不能小看 净土是方法 啊 那么他的 他这个是一代识教啊 是释迦牟尼佛说出来的话 叫法 这个法的目的是一个门 让你从这儿可以进入到圣贤的境界 他叫净土法门 大家明白啊 那么他作为一代的识教 大吗 太大了 大在哪里 体大 相大 用大 刚才我解释了 他就解释了 为什么说净土法门大呀 你得光 你不能光给我一结论呢 对不对 你得你得讲道理呀 哦 讲道理 好 讲道理 咱们先把这个净土法门大的理给大家讲讲 为什么说他大呢 他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 是心 再往下看啊 是心做佛 是心是佛 所以他大 这八个字不简单 净空老法师 我们的老和尚 在这个无量寿经悬议上讲 这两句话是我们净土中的理论依据 所以开门见山 现在把理论给你交代清楚 为什么要修净 净土法门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你干个事里有理啊 你为什么要吃饭啊 因为他这个理他饿呀 他不吃不行啊 你为什么要喝水 不喝他渴呀 哦 那所以我要喝水 那所以我要喝水 那所以我要吃饭 那净土法门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大家为什么要修净土法门 就这八个字 是心做佛 是心做佛 为什么 什么叫是心做佛 什么叫是心是佛 这第一个式子 是心做佛的第一个式子 是指示代词 这颗心 谁的心啊 就是众生现前的介儿之心 就是你的心 你别不似他求 千万别到外边去找 不是圣人的心 不是在我们众生以外的心 这颗心呢 是特别难形容 不在内 不在中间 也不在外边 咱们说从地理上 从空间上 不在内 不在中不在外 内中外 就身体 在我身体里边吗 在我身体的中间吗 还是在我身体的外边 内中外 找不到 没有方语 方语 方就是方向 语就是脚 你找不到它 没有分纪 什么叫没有界限 从哪到哪是心啊 从东到西 北纬30度到40度 这一段是心 没有分纪 所以空间上 找不到它 没有方语 没有分纪 没有内中外 时间上呢 没有过去 没有未来 没有现代 过去无始 未来无终 时间空间 都不能 居限于这个心 所以这个心 要是释迦摩尼佛的心 那你就别逗闷子了 对吧 那咱研究它干嘛 太高了 是不是 我们是众生心的 那释迦摩尼佛的佛心 那是 他做了佛了 他用这个心 是吧 他用这个心 成了佛了 跟我有何关系啊 心 佛 众生 三无差别 他的心 跟你的心 一颗心 这一下子 咱就 就不自卑了 对不对 那你释迦摩尼佛 有这颗心 我有这颗心 你拿这颗心 做了佛 我凭什么不能拿呀 所以 心 佛 众生 佛的心 众生的心 跟您这颗心 众生的心 指别人的心 咱们说胡老林的心 是我的心 对不对 有个释迦摩尼佛心 还有一个 净空老法师的心 比如说 我才不能说 净空老法师的心 净空老法师的心 是佛心 咱们说 一个众生的心 这三颗心 有差别吗 没差别 所以佛呢 你也别傲慢 每个凡夫 全有这个心 凡夫呢 也别自卑 你的心 就是佛的心 是吧 不起上慢 不起下悲 你这心 世心 这个世子很重要 就是你当下的 这颗心 众生现前的 这颗戒儿心 戒呢 就介绍了戒 耳呢 是这个 这个耳 戒耳的意思呢 就是说 刹那 非常威细 明白吗 现在物理上有个叫测不定的理论 一个能量场 它用一个粒子击穿它 哗哒 这个能量场就显现出来了 你就可以测它 看它 研究它 如果没有人击穿它的时候 知道吧 你什么都看不见 所以叫测不准 但是一旦击穿 它就不是原来的状态 原来的状态 永远不能通过激动它 来测定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想要研究它 必须叫动它 让它动起来 只要动起来 它就有像 有像 我们就可以研究它 你要不动 它就不现像 不现像 我们人类的六根 就接触不到它 所以就研究不到它 现在物理上 有测不定理论 测不准 但是它一动 它就不是原来的 不动的样子 它已经动了 那它不动 不动对不起 你碰不上 你非得让它动 我们只有这个本事 在动的时候能研究 不动 我们接触不到 叫测不准 你就是在它动的状态下 所得到的数据 永远不是它 不动的状态 测不准 现前借耳之心 这个借耳就是动了 这一动 就伟大了 它就不动 它有什么用啊 对不对 不动它就是个能量场 就说这个电 你不用电器给它引出来 它这个电有什么用 一点用没有 对不对 它这一动 就产生作用了 不动的时候 功德很大 能力很大 但是发挥不了作用 这一动它 所以这个用就起来了 这个用意起来 可了不得 佛法如前 载人善于 你用 你怎么用呢 那个电 你不小心 能电死 电说 这不是我的本意 我本来出来是为了利益 你们的 结果您不善用这个电 把您电死了 过恶 深重 是不是 这个电 也能够变成光明 让我们看佛经 是不是 看了佛经 我们觉悟了 从生死出去了 来去自如 所以电本身没有好坏 这个心本身没有好坏 好坏在人 众生献前戒儿之心 这个戒儿胯动的心 不动你看不到它 一动 这个动什么意思 就是有了念头 有了念头之后 善念 您就得善果 恶念 您就得恶报 就这意思 所以为什么心 它能做佛 咱们先不会说 这心做 你忙活半天 能不能成佛 咱先不说 第二个四个字 是心是佛 咱先不说这个 是心做佛 这个心能做佛吗 这个石头能吃吗 咱先说 吃完了饱不饱 咱们先不说 首先它能不能吃 石头不能吃 那就更谈不上饱了 对不对 那这个树叶能吃吗 能吃饱吗 不饱 里边没有蛋白质 没有热量 能吃 饱不了 这个心 能做佛吗 能做 它能 能做成吗 是心是佛 只要做 它就能做成 大家明白这意思吗 是心做佛 这个心能做佛吗 能做 能做 那么你跟手 你得问 能做成吗 树叶能吃吗 能吃 能吃饱吗 再说 那咱们就别做了 忙活半天 做不成 那么竹篮搭车一场空吗 首先这个心 能不能做佛 下面老百姓又问了 众生又问了 做佛可以 开始做 我用这心做佛 能做成吗 能做成 那八个字就这意思 为什么呀 能说说吗 你要把这事说清楚 那谁不拿这心做佛呀 对不对 那这要说通了 我要理解了 那我拿这心可不能干别的 我既然有这颗心 对不对 我要用好了它 我要用这颗心做佛 我绝不拿这颗心做别的 做什么呀 是心是佛 做佛 是心是佛 用这颗心做佛 这颗心就是佛 用这颗心 是心做众生 是心是众生 你用这颗心做众生 你这颗心就是众生 是心做三图 是心是三图 你用这颗心做三图 这颗心就给你带来三图 所以这颗心叫秤 秤的意思就是车子 把人载入目的地 达到目的地 那么载入到三图 这叫大秤吗 谢谢 不叫大秤 地域轮回那么苦 这是什么大呀 一点都不大 小秤呢 声闻圆节呢 不行 那也不行 不究竟啊 偏了 偏圆 对不对 十五的月亮多圆满 我干嘛看初一的月亮啊 你给我来个十五的月亮行吗 哎 偏圆 我们不叫偏的 我们叫圆的 所以偏的 我们说叫阳车 到三图叫拨驴坏车 瘸的驴 这叫坏车 到了这个仁天和小秤 阳车 不错 但是还不圆满 对吧 还不圆满 为什么说小秤不圆满 我们上次讲 小秤只证了人空 法空嘛 他没证得 他认为有法 他执着着法 法有多少尘杀 所以尘杀货没破 他迷在这儿了 所以尘杀货是因 小秤是果 因缘生法 剑思烦恼是因 六道是果 尘杀货是因 四圣法界是果 所以十法界完全从因缘产生 你把剑思烦恼破掉了 六道跟你没关系了 你把尘杀货破了 四圣法界没有了 都是这颗心变 知道这意思 所以这颗心是秤 秤就是车子意思 到了小秤 咱也不能满意 明明这车开到南京 你非得让我到无锡就下来了 那里行吗 没到头啊 菩萨 修路六道万横 自立立他 牛车 那比羊车强 羊车只为自立 小秤只考虑自己 缺乏慈悲 客观上能给众生起增上缘 从自己发心可没有 怕生死啊 我赶快涅槃吧 我赶快涅槃吧 我别跟这掺和了 生死太苦 老百姓死那再说吧 是这意思 所以他的心不大 心不大呢 他的目的就不大 达到的目的地就不殊胜 牛车 牛车 不错 但是 他们也希求极果 他们也希望达到极果 但是 早着呢 三大阿僧七戒 太爱时间败场了 是吧 所以菩萨呢 那个心呢 叫做牛车秤 也不错 比羊车强多 那比那泼驴坏车 比泼驴坏车好 比羊车好 大白牛车 大白牛 咱们直接坐这牛车 到了佛了 佛地 一秤 既不是菩萨秤 也不是圆绝秤 圣文秤 一秤 一秤是佛秤 别说了 咱们直接就到南京 这火车就到南京 咱直接到南京 中间不停 大秤 或者叫一秤 一秤就是佛秤 秤着这个到佛地 那么 我们回过头来说 世心能做佛吗 能做 做做吧 试试 做得成做不成 后边这句话 是心是佛 你只要做 这颗心 它就是佛 大家说 这时间是不是太快了 对不对 直接拿它做佛 我就不走 什么人天吧 二秤吧 菩萨吧 我干嘛 我绕那么大圈 我直接拿做佛 就是说 我的筋子本来做佛像 我先做成菩萨像 我再做成二秤像 我再做成人天像 你最后我再做成佛像 你何必呢 直接就做佛 不就完了 所以 做了佛是不是最圆满啊 圆满 所以它是圆教 圆中之圆满 没有比它再圆满了 你所有的一代实教 不都为了成佛吗 它是不是成佛 是成佛呢 它就是圆教 顿嘛 顿不假剑刺 不需要时间 当下就是佛 这多好啊 三大阿僧期间 玩了那么长时间 最后弄成佛 旷日持久 太长了 能不能立刻 众生着急啊 想成佛呀 那你只要拿它做 它就是 因果不二 心想佛时 辱心即是 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你只要 除非你不做啊 你只要做当下 你做的当下 它就是佛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没有比它更顿的吧 顿就是立刻的意思 没有比它更圆满 圆满吗 不像偏的 是吧 二乘偏 菩萨都偏 它不偏 它圆满 偏圆 剑它不剑 它不靠 不需要一步一步的 对不对 偏圆 剑顿 一共四种状态 这佛教 圆教 偏教 顿教 圆教 从时间上 有顿和剑 从果地上 有偏和圆 果上圆满 时间上顿 所以它既不是贱 又不是偏 即顿即圆 绝对的顿 绝对的圆 是心做佛 是心是佛 是心做众生 是心是众生 是心要做佛 这心就是佛 是心要做众生 这心就是佛 众生 那 地影光大师呢 有一个开示 我们一块学一学习 他用这个 用这个 镜子和纸啊 来解释这段 用镜子和纸来解释这段 他说 观无量寿佛经云 是心做佛 这句话出自于观无量寿佛经 是心做佛 是心是佛 他就解释了 做佛什么意思啊 做佛者 这个者 这就是要解释了 犯者吃了饱也 就这意思 就解释这个 做佛者 什么意思啊 为 就讲啊 观想佛像 观想佛像的时候 有观想吗 是吧 有一种方法叫观想 意念佛德 你想着佛的德行 即与佛号 你看三种方法 观想佛像 意念佛德 即与佛号 念佛 这叫做佛 大家刚才不是问了 说什么叫做佛呀 你或者你观想佛像啊 或者是意念佛德呀 或者是你念佛呀 这就在做佛了 是佛者 那怎么着啊 什么叫第二句话 是心是佛 我是心开始做佛 我通过三种方法做佛 第一个观想佛像 第二个意念佛德 第三个 我念佛号 我开始做了啊 我看我这心是不是佛 是佛者 为 讲啊 当观想意念之时 当你观想和意念的时候 你看这理论啊 大家注意听 佛之相好庄严 长相 阿弥陀佛 身金色 相好光明 五等温 白毫婉转五虚拟 干目澄清四大 对吧 相好 当观想意念之时 佛之相好庄严 就这四庄严 完了吗 没完 佛德智慧 这还了得 这可了不得 佛德智慧 当你造作佛的时候 佛的佛德智慧 神通道理 昔陷于 观想意念者之心中 你观想意念的时候 佛的相好庄严 佛德智慧 神通道理 全部现在 陷于 现在 你的观想者心中 做佛了没有 做了吧 做成了吧 做成了 所以是心是佛 举个例子行吗 为什么我观想 我意念 我持佛名号 我在做佛 我用这三种方法 做佛的时候 我的心怎么就是佛了呢 您能再解释吗 太深了 真如甚深妙用 非凡夫智慧 可以思量 只能通过例子 来大概 给你形容一下 所以老法师 比风一转 就举例子了 不纠缠 要纠缠 我们可以在这讨论 为什么我观想 我意念 我念佛的时候 我这心就是佛 可以 咱们就讨论阿雷耶诗 是不是 阿雷耶诗呢 有个第八诗 叫如来藏 是吧 它这个藏 什么叫藏呢 它是藏种子 这个第八诗呢 相当于海 海上一有无名风 就吹了波浪了 这波浪就是前七诗 前七诗呢 接受外界的信息 把这些种子 搬运搬运搬运 啪哒 藏到第八诗里边 藏起来了 叫如来藏 阿雷耶 这个名字 就叫藏的意思 或者叫藏石 它藏东西 那么你观想 你意念 你持佛名号 是不是在前七诗在活动 干嘛呢 收集种子 观想 你看是第六根 意念也是第六根 持佛名号 嘴根 耳根 是不是一根 你看这六根 都在收集佛陀的信号 种子 然后给藏到第八诗 阿雷耶里边 阿雷耶是梵文 它的华文的意思叫藏 藏种子 藏了种子之后呢 遇到机缘 种子就发芽 开花 结果 就成佛了 所以你观想 意念 持佛名号 就是收集种子 藏在阿雷耶 阿雷耶呢 久而久之 种子太多了 除了佛的种子之外 没有烦恼种子了 没有无名种子了 全都是觉悟的种子 阿弥陀佛的种子 就长成阿弥陀佛了 它就不长别的了 这不就是 就是佛了吗 那我这种生哪长出来的 也是阿雷耶是里边 这无名种子长出来的 烦恼种子长出来的 对吧 因为阿弥陀佛 观想意念 持佛名号 把这些烦恼种子 全都剔下 让它坏死掉 让那干净的种子 全存在里边 久而久之 心自归一 归什么一页 一个阿弥陀佛 没咋念了 成佛 咱们简单的说 就这意思 所以 世心做佛 就是前六十 把意想 意念观想 观想意念 持佛名号 收集进来 变成种子 藏乃阿弥陀 久而久之 阿弥陀佛 就不叫阿弥陀佛 叫大圆净之 干净了 所以 你前六十 观想意念 持佛名号 就像擦这个镜子一样 镜子上有绣 我用这佛号 把这绣全擦掉 擦掉了以后 噔 灰尘全进了 是不是 这个镜子的光芒 就出来了 照天照地 这就是阿弥陀佛 相好光明无等问 百好完转无虚拟 干母成情四大 光中化佛无数仪 化菩萨中一无边 就这样 拿什么来擦这个镜子 阿弥陀佛的佛号 你可以观想 你可以意念佛德 你可以持佛名号 这都可以擦镜了 这个大元 这个大元宝镜 就是你的阿勒耶识 等你知道 它干净 攻击成就那一天 沉净光发 沉了 灰尘 尽了 光就发出来了 这光是什么 我们老说 阿弥陀佛 就是光 就这个 就做成了 这个 不深入精脏 这是理 那么一般的人 哪有时间 能啰嗦什么呀 讲那么一大堆东西 什么阿勒耶识 什么前期识 互为因果 阿勒耶识是受熏持种 受别人的熏 持着种子 能熏的是前期 索熏的是阿勒耶 能索 互为因果 讲起来 这不是一天半天的事 是吧 尹光大师在这举例子 为什么 当观想意念之时 佛之向好庄严 福德智慧神童道立 息陷于观想者之心中 全部陷在这里边 一点都不漏 为什么 息陷啊 有没有在镜子外边东西 没有 是吧 你看镜子找我 对不对 我所有的信息 全在镜子里边 虚空 景象在虚空 是不是全在虚空里边 息 全部在空里边 天空上 全部在镜子里边 镜子外边没有像 天空以外 虚空以外 没有物体了 息陷于 观想者之心中 如镜照相 敌体无二 就和镜子照相一样 镜子里边的照片 跟所被照的这个人 敌体无二 完全一幕一样 对不对 我不能说照镜子 这里边照出一个猪八戒 来那不行 对不对 那还是胡好林 对不对 有区别吗 没有 敌体无二 敌就是全部的意思 体 整个整体 没有二 就是佛 除了佛 还有什么 没了 是佛的全部吗 全部 不出 不入 不灭 不坏 别我一照完了 就坏了 照进照片里头 是吧 灭了 没了 那不会 坏了 不会 还是你 那行 只要照进去 就是我 是吧 是我 那我有没有一部分 你没照啊 鼻子在外边 眼睛在外 不会 不出不入 全在里边 所以你念佛 观想意念 持佛名号的时候 你这颗心 就圆满是佛 佛所有东西 全在里边 那会不会变形 不会 它不是哈哈镜 那不会把你瘦子变成胖子 胖子变成矮子 不会 不能 敌体无二 有没有没照进来 没有 全在里边 你圆满 对吧 一照就现 多时间多快 你照镜子多顿 是不是 说照镜子 半天都显不出影来 那是咱们事前的照相机 半天显不出来 等着 是吧 你看我前两天 照照片去 小姐说 这十分钟以后 你再取 这就不顿 那镜子一照 您不照 就没有 一照就来 照的同时 这就显现 一点都不耽误功夫 又顿又圆 说如镜照相 敌体无二 然则 但是 心不做佛 很可惜 则心不是佛 心做三乘 菩萨 圆觉 声闻 则心是三乘 大家能听懂吗 那么 心做六道 六道凡夫 世间的 界内的 六道凡夫 则 心是六道 心就是六道了 心之本体 他又举第二个例子 心的本体 如一张白纸 那心之作用 之善恶因果 心有作用吗 就和白纸的作用一样 的善恶因果 心的作用 所产生的善恶因果 怎么来的呢 如画佛 画地狱 心就像一张纸 你心像一张纸 你要用这张纸 可以画佛 也可以用这张纸 画地狱 对不对 看你了 你想用它画什么 你想用它画佛 它就给你画出佛来 你想用它画地狱 它就给你画出地狱 像纸一样 各随新线 随您的心就显出来了 随你的心 这事怨不得别人 跟别人没有关系 各随新线 是吧 其本体随同 都是一张纸 其造译 迥意 迥意就差别太大 造作用这张纸画的东西 那就差别太大 阴光大师用这段话 就解释了两个概念 第一 什么叫做佛 我们大家再重复一遍 观想佛 像意念佛 得持佛 明好 什么叫是佛 敌体无二 佛之相好庄严 福德智慧 神通道理 全在你心中 显现出来 这就是是佛的概念 做佛 意念佛德 观想佛像 持佛名号 叫做佛 是佛 就是佛之相好庄严 福德智慧 神通道理 全现于你的心中 成佛了 明白这意思 所以我们解释 它又顿又圆 真节省时间 给个比较吧 说净土法门又圆又顿 这咱理解了 还有没有除它以外的法门 也圆也顿呢 有 但是理论上是 实际操作起来就不是了 举个例子吧 直指人心者 我们往下看 直指人心者 忧当迅其奇特 举例 另外一个法门 直指人心者 什么意思 禅宗啊 忧当迅其奇特 还是 忧呢 就当是什么讲呢 忧当迅其奇特 我们查了字典 准确 忧呢 仍然 禅宗 忧 仍然 应当 忧当 仍然应当 迅其奇特 比它差 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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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净土法门的意思 迅其奇特 比静土法门的奇妙 为什么呢 禅又圆又圆又顿呢 为什么说禅宗圆顿呢 我们看看禅宗的圆顿跟净土的圆顿有什么区别 你就明白啊 迅土的圆顿是真圆真顿 禅宗的圆顿 再说 完全根据根器不一样 得的结果不一样 如果不具备这个根器 禅宗就变成建教 就不那么顿了 就变成偏教 就不那么圆了 所以我们再解释一下禅宗 有比较有鉴别吗 不怕不识货 就怕货比货 这一比 你就死心塌地了 那确确实实不能修禅 不是我这个根性 不是禅宗不好 我能力不行 不是二米九不好 我真跳不过去 这真没这个能力 那么直指人心 一般就是全称叫 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所谓直指人心呢 这上面说 即使无需向外寻求 你别寻求阿弥陀佛 你谁也别找 无需向外寻求 而直观自心自性 所谓见性成佛 直接就观察你的心性 这说起来很鬼色 很不好 什么叫直观我的自心 什么叫直观我的自心 心静全无 静 不依地水火风 不依见闻觉知 不依虚空 所以你看到这六尘境 也不能依靠 心呢 我也可以有念头吗 内也不能起念头 全放下 所谓这个时候 见性成佛 无需分析思虑 不要分析 别琢磨 什么也别想 也不要研究 而透彻觉知 自身 具有之佛性 当你什么都不想 静也放下 心也心静 全部放下 透彻觉知 自身具有的佛性 即 达佛之境界 这个时候你就达到佛的境界 谈何容易 你念头放得下吗 念头放不下 对吧 末法时期 谁能在凡夫地 谁能无有妄念 此种根性的人 唐宋上游 唐朝宋朝上游 金之末法 没有人能做到 你像你叫袁老凡 三天三夜 七十二小时 在云谷禅师前面 一个念头没有 宋朝 明朝 明朝 不简单吧 所以云谷禅师说 我以为你是圣人 真不简单 七十二小时 一个念头都没有 这是说起来真难 扔给他一个普坛 做三天 一个念头没有 那么 这句话 直指人心 见性真佛 是表达呀 不立文字 教外别传 与不立文字 教外别传 这个说法 不用文字 教外别传 不是教话 教外 教就是用语言 来教话 教外的 别传 不用语言来教育 结为禅宗 表示彻悟境界之用语 他与其他诸宗 类似的 见性成佛 异语者 有观无量寿经 是心做佛 是心是佛 华言经 三界为一心 心外无别法 等等 是同一的 是一个意思 是吧 那么禅宗有什么不好呢 禅宗修起来 为什么那么难呢 为什么我们舍禅而修静呢 我们得解释一下 修禅定人 樱光大师说 即参禅人 修禅定人指的四禅八定 还没有出三界 即参禅人 参禅人就准备处理生死的 叫参禅人 唯以仗自立 他们 以为仗自立 因为他们只靠自己的力量 不求佛家 不求佛的加持 顾与功夫得利 在他功夫慢慢得利的时候 顾与功夫得利 在他功夫得利的时候 真望相公之时 这个时刻 真和望互相之间 打起来了 一会儿真 一会儿望 明白吗 体相别异 一会儿无念 一会儿有念 有念的时候 有生死 出现生死的境况 无念的时候 出现涅槃 真功 真望相公 几个两军互打一样 那你想 这多麻烦呢 你看参禅 或者四禅八定 故于功夫得利 真望相公之时 没有种种境界 幻出幻术 这个美 总有种种境界 幻出幻末 一会儿出来 一会儿隐了 咱们念佛人 有这种情况 没有 就有一句佛号 哪有这个呀 种种境界 哪有什么种种境界 没有啊 一会儿好境界出 一会儿坏境界来 幻出幻末 没有 譬如 阴雨将情之事 下雨了 阴天下雨 快要情的时候 浓云破绽 浓云啊 掩着日头 对不对 一会儿日头 从云得出来了 一会儿云才又来 又把鱼日头给遮掉了 浓云破绽 忽见日光 忽然看到日光 恍惚之间 变化不测 残禅 修四禅八经 就这种状态 所有境界 非真具道言者 这些境界 不是那些具有道言的人 这种能力的人 不能识变 你看 所有境界 非真具道言者 不能辨识 你没有这个能力 你根本就分不清 哪是真 哪是旺 你根本分不清楚 若错认消息 如果你把它认错了 消息是来了 如果你要认错了 对不起 或则 则着魔 着魔了 发狂 莫之能医 就救不了了 医就是治疗的意思 莫就是不能 莫之能医 念佛人 是心做佛 是心是佛的这些人 念佛人 以真切之信愿 持万德之轰鸣 对吧 如 欲如 我们比喻它像 搞日当空 搞日明亮的太阳 根本就没有阴和晴 哪有什么下雨不下雨的 就一直去晴天啊 禅宗不行啊 英语 真望相攻啊 如浓云蔽日啊 是不是啊 恍惚之间 忽见日光啊 这是禅宗的境界 咱们这个 啊 如搞日当空 没有阴天 没有真望相攻 来了就是真的 行大王路 走在大王的路上 根本不是七七小路 路中的最大者为之王 大王路 是吧 踏踏实实的天门广场 前面长安街 那能一样吗 不是林间小道 不但离妹 王两 离妹 指各种各样的坏人 真望吗 相攻禅宗就会碰到 离妹 王两传说中的各种鬼怪 人中的坏人 鬼怪当中的这些坏鬼 啊 产宗灭迹 全部消灭干净 一点没有 一点行迹都没有 其图是非之念 你不要说这个王 王两 离妹 其妹 王两没有 鬼神没有 各种坏人没有 就是你那是非之念 那种各种样的杂念 那程度不是坏 家里没器官没官呢 车钥匙忘拿了 孩子没送去儿园了 牛奶没交啊 牛奶肺 就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 你不能说它是坏 啊 其图是非之念 其 不是正物了 其图是非之念 一无从生 也生不起来 大家知道 是吧 那么 如果这样的话 修禅 修禅宗那怎么禅宗 能举几个 修禅宗 失败的例子吗 修禅没修成的 他说 修禅宗的人 我们这儿 我们这儿有查了一些资料 还是 如果 见思烦恼 没有 辅断 修禅宗 对吧 那还得受胎 投生 受胎 投生 尹光大师说 既受生死 如果你没有成就 禅宗 没有把生死的你解决 你还受了生死 从物入迷者 多 又迷了 从物入物者 少 你别说我修禅宗 我悟了 对吧 但是我这一投胎 我下辈子 我要问问 我是悟啊 我还是迷 从物入物者 少 从物入迷者 多 真的吗 能举几个例子吗 为什么呢 因为禅宗 服 见思烦恼很难 见思烦恼 你要 印光大师解释 见思尚未能服 如果见思你都服不了 何况忽断啊 压都压不住 你能把见思断掉吗 那么末世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 末法时代 大彻大悟人 多多是此等身份 现在的末法时期 修禅宗的人 有大彻大悟的人 有 能把生死问题解决吗 不能 因为见思或服 尚且不能断不了 见思烦恼 只要有一品不断 生死就不能了 这不是闹着玩的 见思加起来 其81品加88品 一共176品 品就是类 有一类你断不了 生死就不能出 不能出怎么着啊 无祖戒为东坡 草堂青做鲁工 还算不错 尤其上者 还就算够棒的人了 赐则 再往下赐一点的 则海棠信为 朱房玉女 朱房玉女 女儿 又赐则 则 又赐 再加往下 再略一等 则宴荡 生为秦氏子快 子会 秦慧 良矣 李虽顿悟 祸未复出 良矣 确确实实 因为李虽 你明白了 顿悟啊 祸未复出 剑思这个祸 没有复断 没有除掉 一经受生 祸至迷失 再投胎 迷失了 谁呀 无祖戒当思东坡了 草堂青做鲁工了 这个海棠信又当了朱房玉 朱房玉是一个官的名字 就相当于咱们将军 朱将军 朱房玉的女儿 朱房玉女 又再次则 燕荡僧 非常有名的一代僧人 当了秦汶了 卖国贼呀 把岳飞给杀了那人 知道吧 这都是大彻大悟的人 因为贱私祸没修缠啊 因为贱私祸没断 福都没福朱啊 但是李是真明白了 大彻大悟 怎么着啊 一投胎 上面说的 既受生死 从物入迷者多 从物入物者少 你敢修缠吗 修修修成无祖戒 那无祖戒何等人 何可了得 无祖戒是什么人呢 我们查查 无祖戒 无祖叫无祖寺 是个寺院的名字 这个戒是这个出家师的名字 他的权名叫师戒 宋代云门宗 云门宗就是禅宗之一门 禅宗拥有七门 有一门叫云门 云门宗的僧人 云门宗的创始人 叫文宴 守祖 那么 为云门宗之祖 云门宗为我国 禅宗之一派 他 好像是 法孙 第三代 就无祖戒 开玩笑 第一代 叫文宴 第二代是谁不知道 第三代就是师戒 就是我们说的无祖戒 他当了苏东坡了 偷才当苏东坡了 苏东坡咱们知道 宋代大祠人 对吧 他谁投胎来的 无祖戒投胎来的 为什么呀 那不是说了吗 那我们看看苏东坡 再投胎来 他从雾入迷了没有 苏东坡要没有 没有迷 挺好吗 又误了吗 从雾入雾 是吧 无祖戒是误了 我投胎到苏东坡 我又误了 对不对 这不挺好吗 那我们看苏东坡 是不是迷啊 迷得太厉害了 守航使 尚不拒妓女来往 守什么叫守航啊 苏东坡守航 苏东坡当过杭州的太守 知道吧 这个守航 这个守字是动词 当他在杭州当太守的时候 尚不拒妓女来往 不拒绝跟妓女来往 可知仍是拒妇凡夫 你要从雾入雾 你怎么能跟妓女来往 你怎么能嫖娼的来说 通过这个就说明 你没 你没证过呀 又迷了 无阻界是开了雾了 到了苏东坡跟巨女混上了 您说他是谜吗 是谜 对吧 那么 连可知仍 我们通过这一点 我们就知道 他仍是拒妇凡夫 所有的反倒都没断 自己的妻妾都满足不了他 还要跟妓女来往 这苏东坡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一点 就知道 他还是拒妇凡夫 连虚托还之出国 尚未曾得 虚托还都不造恶业了 小秤的出国 七生天上七还人间 就成阿罗汉了 与生死为边际了 虚托还就没有生死问题了 再有七次往返于人天 他就成果了 就到了小冲无学 没什么学的了 成果了 还学什么 虚托还叫有学 阿罗汉叫无学 什么叫无学 七次往天上人间 就成了 虚托还都不干得 金人谁有无阻戒之道理 今天这些人 谁有无阻戒的道理 由欲仗自立 以了生死 那么那些想仗着自己的力量 来把生死问题解决 然后又推崇禅宗之高大 之殊胜 藐视净土 其故何灾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是什么原因呢 今天你们跟无阻戒的功夫能比吗 那无阻戒尚且投胎 当了苏东坡跟巨女来往 你们今天那是什么状态啊 这还尤其上者就算不错了 苏东坡对不对 这么聪明 这么有智慧 这么有才华 那还跟巨女来往 你要能当苏东坡跟巨女来往 您就不错了 很多人还能当人吧 就这意思 那你为什么这么样一种情况下 凭着无阻戒的这种道理 尚且投胎为人跟巨女来往 那么为什么还要高推禅宗呢 为什么还要参禅呢 为什么还要藐视净土呢 其固何灾啊 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呀 我想问一问 宁光大使 这是什么原因呢 那么大家如果有兴趣 我再给大家讲讲 无阻戒是怎么回事 你看看他那个道理 宋之无阻戒 无阻是四名 师戒禅师 他的名字叫师戒 禅师住在无阻寺 顾名无阻戒 知道吧 草堂青 刚才第二个人 是吧 草堂青做鲁公 鲁国的鲁 鲁迅的鲁 鲁公 那么这个草堂青 珍如哲 另外一个人 刚才上面这段文字 没提到 一个叫珍如哲 哲学的哲 珍如哲 草堂青 珍如哲 其所 就是三个人呢 无阻戒 草堂青 珍如哲 其所悟处 明镇海内 他们的悟处啊 明镇海内外 而无阻戒 身后为苏东坡 投胎了 对吧 那么东坡聪明盖世 谁能赶得上他呀 而不拘小节 放道 放义 妓管银房 异常出入 妓管妓女院 银房 房一个土子 旁边一个方 方向的方 就是妓院吧 妓管银房 异常出入 经常到那去鬼混 可知 无阻戒 物处随高 尚未正得出国之道 以出国得道 以出国得 因为什么呢 你为什么说 无阻戒没得到出国呢 虚托还国呢 你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出国 以出国得道贡戒 你要正得出国 你就得到一种戒 叫道贡戒 三种律义之一 出国就得了道贡戒 道贡戒 是三种律义之一 你必须得得到它 你才能成为许多案 那么我没有自己再查 三种律义的道贡戒 说的是什么 那肯定不能跟妓女来往 可能肯定不能犯邪疑 你犯邪疑就说明 你没有得道贡戒 你没有得道贡戒 说明你没正得出国 无阻戒这么大的道理 都没正得出国 就是告诉你禅宗难啊 不容易啊 知道吧 那么如果是出国的话 他就得了道贡戒 任运不犯戒 怎么个情况 任运就是自然而然的 他就不犯戒了 不是说强迫自己不犯戒 他自然他就不犯戒 任运 自然而然他就不犯戒 为正出国者 没到了这种程度的人 要常常绝招 要经常提起绝招 明白吗 不是自然而然了 不是你的本性了 你要经常提起绝招 方可不犯 才能不犯错误 出国则自然而然 不致犯戒 出国就自然而然不犯戒了 不用人家强迫自己 不用绝招 不靠文思修了 自然 法而如是 叫无功用道 这个时候不再下功夫了 他自然就这样了 我们现在得下功夫 来修道 知道吧 他那时候叫无功用道 没有功了 自然就这样 那么 那么 出国则自然而然 不知犯戒 如耕地 你看出国的人 他耕地的时候 咱们就讲讲这些小故事 挺有意思 如耕地的时候 凡所耕处 虫离四寸 他耕地的时候 虫子就离开土地四寸 不被杀死 你耕地不种粮是吗 土地上有虫子 你不杀生吗 我要是得道贡戒 我要证得出国的时候 他就这么大的道理 他所耕地之处 虫子飞起四寸 不被这个离离死 这了的 出国 凡所耕处 虫离四寸 道理实在 为什么呀 他的道理造成这种现象 若不出家 亦父取妻 如果这些得出国的人 他也不出家 他也可以娶妻子 也可以娶妻子 那么 虽以要命之威力 邪之 另行邪淫 宁肯舍命 终不依从 如果我没有出家 我娶妻了 如果你要用命来威胁我 让我去干邪淫的事 我宁肯舍命 我都不会依从你 忠不依从 东坡既曾入银房 苏东坡既然已经曾经 出入过这些银女妓院 这个妓院 则知 吴祖界尚未得 尚未得出国之道理 是不是 吴祖界就没有得到这个道理吧 得到道理 不会干这个 你要我干这个 我得死 我宁肯舍命 我都不能干 对不对 那么既然吴祖界的苏东坡干了这事 说明他没有得到这个道理 说什么 了生死乎 那你还说什么 把生死问题解决 连道理都没得到 金光大师接着说 吴祖界乃非常之人 为云门燕之法孙 云门是禅宗的一个 刚才我们说了吗 云门宗嘛 燕就是文燕嘛 出祖之法孙 第三代 这了的 为宋大决连国师之法祖 宋朝的大决 一个国师叫大决连 大决 连 连国师之法祖 他是大决连国师的法祖 他传给了一个人 那个人又传给了大决连国师 他是爷爷 爷爷辈的 这得了 门庭高峻 就是 吴祖界的门庭啊 就是人 他这个 他修行的德性太高了 门庭很高 很显峻 一般人望洋心态 门庭高峻 就是不可接近啊 一般人达不到 若龙门燃 就和龙门一样 就他的那个 他修行的时候 他的吴祖 他在吴祖寺修行的时候啊 就不那么高 他那么 就像我们今天看那个 释迦摩尼佛的那种 这样感觉似的 那不是闹着玩的 不可接近啊 龙门高峻 门庭高峻 若龙门燃 像和龙门一样 那不是一般人能进得了的 学者每每望牙而退 当时去参学的时候 看到这种情况就退了 我太惭愧了 我没资格跟你学 您太高了 我跟不上你 就吴祖界 在当时之声望 何等赫然 在当时的声望 那是多么的赫然 多么的显赫呀 多么的光亮 光鲜呀 就是这意思 赫然 而只一见祸 尚未曾断 而只一见祸 而只有一个见祸 观点上的一个错误 尚未曾断 没有断掉 说神 鸟生托死 超凡入圣 还说什么 鸟托生死 超凡入圣 当了苏东坡了 借功身后为东坡 乃资速通知 吴祖界最后投胎当了苏东坡 乃资速 资速就是在家出家人都知道通知 守杭时 做杭州太守时 尚不拒妓女来往 不拒绝与妓女来往 可知仍是拒妇凡妇 我们通过这一点 就知道他还是凡妇 连虚托还之出国 尚未曾得 金人 谁有无阻戒之道理 今天这种人 谁有他的道理 犹豫 仗自立 一了生死 又高推禅宗 藐视净土 其谷何哉 刚才我们解释了 你就这个 你还推什么禅宗那么高 对吧 你还藐视什么净土 你没有道理 对吧 这就讲了吴祖界 直指人心者 他是修直指人心者 是不是 忧当迅其其特 是不是跟净土法门比起来 他差太多了 那么在第二个例子 叫珍如哲 也是个修传宗的人 珍如哲后身 他后身头下就告诉什么了 大家都知道 宋亲宗 宋朝的亲宗皇帝 真如哲后身 生大富贵处 一生多受忧苦 一生啊 忧苦当中度过 既知其生大富贵处 又不明 只为谁者 我们既然知道 他生在大富贵处 但是又不明说 他是谁啊 那时候古人厚道 不戳人老底 人有私 切莫接 是吧 不接人隐私 那么又不明指为谁者 得非宋之亲宗乎 难道不是宋朝的亲宗吗 皇帝的尊重啊 不能瞎说八道挂嘴边上 你们家那鸡毛蒜皮的事 你说说算了 你拿皇帝打茶 那古代是要杀仆子 那人有德行 尊重皇上 尽管皇上不行 忠君的 不忠君为别人所鄙视 看不起你 像我们现在 对党和国家领导人 说骂就骂 纸丧骂怀 损挖苦 那再过去都不允许 你看 又不明指为谁者 得非宋之亲宗乎 这难道不是宋朝的亲宗吗 金兵相逼 金朝 少数民族的金兵 知道吧 岳飞不是跟金兵打仗吗 金兵相逼 逼到皇宫了 慧宗 慧宗慧 于太子 宋慧宗啊 慧宗慧就让位了 传 传位给太子 始末二年 总共才两年时间 传位 随被金兵 掳 挥 亲二宗去 被金兵给 掳 给逮捕了 带走了 掳走了 知道吧 哎 那么把这两个皇帝 给带走了 这两个皇帝呢 君 向金称臣 都愿意给金朝当臣子了 皇帝变成 其他民族的臣子 死于五国城 死在五国这个城市 这个城啊 叫五国城 以真如辙之物处 真如辙投胎 到了宋亲宗 他就解释 以真如辙的物处 生于皇宫之大富贵处 此之富贵 也是虚名 有什么用呢 这种富贵 被别人掳走 掳走 然后给人当 给人外族 给人外族当臣 一生多受忧苦 乃是事实啊 真如辙 不是闹着玩的 残忠啊 对吧 你看第二圣一投胎 以大国皇帝 为金 卤去 为金臣 可怜到万分了 这修禅的第二个例子 不成啊 我们今天几个人 能做到金如辙这种功夫啊 对吧 禅宗很危险 所以我们老法师 在讲净土宗的时候 老说 稳妥 安全 直接 是吧 老说这个净土法门 就这个道理 那么草堂清又做 又做鲁工 这个草堂清是谁啊 肯定也是个修禅的人呗 他就讲这个故事 草堂清呢 后身做 曾功亮 曾 曾子的曾 他投胎呢 做了曾功亮 这都是荺光大师文朝上的这些 真是慈悲啊 特别好 也特别 特别适合阅读 特别有意思 后身 做曾功亮 五十岁拜相 皇帝拜他为宰相 封鲁国公 草堂清做鲁工 为什么管叫鲁工啊 封他一个号 叫鲁国公 然于佛法 亦甚疏远 未及东坡之通畅矣 差的很多 没法跟苏东坡比 但曾功亮这人怎么样 北宋著名的政治家 军事家 军火家 思想家 他的字呢 叫名众 好乐政 汉族 泉州 晋江 今天的福建 泉州诗人 曾功亮 与丁度成 与丁度成旨 皇帝下的旨 编传 五经 总要为中国古代 第一部官方编传的 军事科学百科全书 真不得了 真如辙 草堂清 投胎来的 对佛法不太了解了 迷了 是不是啊 从物入迷者多呀 这也是迷的 那应该 然于佛法 亦甚疏远 对佛法不怎么了解 那么 尤其上者 这就不错了 你是吧 当了宰相 还编传了书 是军事家 政治家 思想家 尤其上者 就跟苏东坡呀 跟他 还就算不错的 尤其上者 次则呢 再往下看 不怎么样的 中等的 叫什么呢 海印信 为诸房玉女 海印信 又是一个禅师的名字 叫海印信 他最后 后身什么意思 给诸房玉当女儿了 这段故事 怎么说呢 接下来就不如苏东坡 跟这个草堂青的这个 和那个鲁公啊 不如苏东坡跟鲁公的这个人 叫海印信 海印信呢 亦也是宋时宗门大牢 这大牢 大牢就是道性很深吧 也是宋代的时候 宗门就是禅宗的大牢 常寿诸房玉 诸房玉呢 是五官的名称 一个职称 就像那君长 或者旅长 朱旅长 朱师长 是这意思 长寿经常接受 朱房玉家供养 供养他呗 朱房玉他们家 肯定学佛呀 对吧 一日有一天啊 朱家见信老 见这海印信呢 入内室 到他们家夫人呆的房间去了 他们家看到 有一日 朱家见信老入内室 现在海印信到他夫人的房间 氏生育女 氏就是正在这个时候 生了一个女孩 他夫人生育女孩 令人往海印寺探 海印信呢 海印是海印寺 他的名字 这个出家师的名字叫信 他就这个朱房玉一看 哟 我看着好像 这个信老到我们家来了 这时候生了一个女儿 你赶快去海印寺看看 那个信老干嘛呢 就这意思 是吧 那么令人往海印寺探探探情况 探探虚实 则给予生 给予女生时缘迹 生女儿的时候缘迹了 走了 此与杭州全城人皆知 这句话 这件事 全杭州的人全都知道 至满月时 等着女儿满月的时候 缘兆本禅师 缘兆本禅师 另外一位禅师 叫缘兆本 往朱房玉家 到了朱房玉他们家 女儿办满月吗 令江女儿抱来 他让把这女儿抱来 我看看 女儿一见袁兆 急笑 就笑了 见袁兆师就笑了 袁兆忽约 袁兆禅师 就叫起来了 说出来了 信长老错了也 你错了 你怎么又来这了呢 就这意思 信长老对他多尊重啊 你想 错了也 女儿随一痛 痛什么意思 大哭 一个竖心旁 一个动作的动 女儿随后 一说完这以后 大哭 而觉死了 女儿一哭就死了 死虽死了 死虽死 死是死了 还要受生 但不知就生何处 是啊 满月之后 这女儿一哭死了 死是死了 还要受生 到哪儿去了呢 英国大师说 真的不知道 这就是海印 海印寺的信老 那 当然 没有信老的描述 我想这种人 都不是善茬啊 都不是一般人的 能叫信老啊 信长了 错了也 女 女孩 随一痛而 觉 死虽死已 还要受生 但又不知 生何处 就这叫什么意思 这比那个 比那个 比武祖界 比草堂情又差了 投胎当了女儿 这是海印信禅师 肯定也是修禅宗的 对吧 也是没有了生死 从物入迷了 那么 那么再次则 比这个 朱房育女啊 女儿再次的 就 宴荡僧 宴荡僧啊 也是个僧人的僧啊 宴荡 当了秦桧 秦桧就是 大家都知道 宋朝的 卖国贼 当了秦桧 秦桧呢 前生 乃宴荡山僧人 宴荡僧 宴荡是宴荡山的意思 他是宴荡山的一个僧人 以前生之羞耻 靠着前生的羞耻 为宋朝之宰相 当了宋朝的宰相 受金人之贿赂 金人贿赂他 世事均为金某 每件事都为金国考虑 为他们谋划 杀金人所怕之岳飞 把金人所害怕的岳飞 秦桧给杀了 你说 上一辈子 宴荡山的一个僧人 这一辈子当了秦桧 收人钱财 杀害忠良 你说是不是从误入迷者多呀 是不是 凡不与一同谋者 凡不与他共同意 同谋的人 或贬折 贬折就是将官职 并调往远方就任 贬折 或贬折 或诸禄 诸禄就是杀的意思 足智 最终 终于最后 足智 死后 永堕地狱 最后呢 死了 堕了地狱 百姓恨无忧消 老百姓对他的恨啊 消化不了 消解不掉 所以 面 做两条 用面啊 白面 做两条 两条是什么 一个是秦桧 一个是他夫人 随以面 做两条 共扎而食 把两两面 裹在一起 共同扎 扎吃了 这个两条面 一个是秦桧 一个是他的夫人 随以面 做两条 共扎而食之 明之为 明之为油炸烩 到今天杭州 还有这菜 叫油炸烩 又住 又住铁像 跪于月坟前 这咱们都知道 啊 月非的坟前 凡败月坟者 劫持木板痛打 凡是败月非的人 都拿木板 痛打秦桧 和他的夫人 又向其头 其身 尿以泄恨 尿尿 小便 发泄心中的怨恨 后有姓秦的 有一个姓秦的人 叫秦 也是秦桧的 秦桧的秦 做浙江巡抚 他到了浙江 当了巡抚 府台大人 那他姓秦呢 秦桧跟他有关系吧 估计是不是 这个意思啊 那么怎么办呢 做浙江巡抚 为铁人 于月坟前 被人尿 污秽月坟 投之西湖 啊 比月坟 常得清净 这是他说呀 啊 这个巡抚说 这个铁人呢 放在月 月非的坟前 被人尿 污秽月坟 就会把月 非的坟墓 给他弄脏了 啊 把它扔在西湖里边吧 是吧 这个 使月坟呢 常得清净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能使月非的坟墓 常得清净 自后 把这以后 西湖水臭 西湖水就臭了 啊 不堪实用 原来老百姓喝西湖的水啊 就不能再用了 常见湖中 飘几死尸 湖中就飘起死尸来了 乃急去打捞 赶快去赶过去打捞啊 啊 急去打捞 又沉下去 你放着他又沉下去 啊 因子出事 因为这件事出了个告示 多来船访 维尔打之 出了个告示 咱们大家啊 反正是游过这船都来 围着他 把他给打起来 打起来之后一看 则是铁柱之秦桧 及其夫人 捞起来死事一看 还是那个铁的秦桧和的夫人 并金无诸 还有金朝那个皇帝金无诸 把他也给打起来 还老把他唠起来了 知其罪业深重 仍令安置坟前 被人打尿 这个时候姓秦的这个巡抚啊 就知道了 哦 他的罪业太深了 放在西湖都飘上来 西湖水都是臭的 人都不能喝 知道他的罪业太重 得了 捞起来吧 又放在坟前 让人随便尿了 这就是 燕荡僧 到了这么一个 这是不是又次之啊 是吧 又次 则燕荡僧为秦氏子会 那么 这个梁以 李虽顿悟 祸未浮出 一经受生 祸至迷失 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 李你虽然明白了 那么祸未浮出 一经受生 祸至迷失 你的祸没有去掉 一经受生 又变成这种状态 又迷失了 所以啊 殷荡大师在文朝当中啊 反复强调 把阁下 他给一个居士写信 把阁下所学的这些知识 抛向东洋大海 啊 就是 就你 你悟了没用啊 这些人都悟了 最后还一投生 又迷失了 啊 所以 幽当迅奇奇特 啊 直指人心者 上面举了这几个例子呢 都是参禅的 这都不是一般的人 对吧 刚才这几个例子 都是有名有姓的 啊 你想想看 最后成了吗 都没成 没成以后 怎么着呢 以 由物入迷者多 啊 继续造业 那么 这样说来 净土宗跟禅宗相比 是不是禅宗 幽当迅奇奇特 是要比净土宗还差点 是吧 跟净土宗还是 相比还是迅于净土宗 啊 仍然应该是迅于净土宗 就这意思 啊 我们再往下看 啊 奇特呢 表达我说 就是 就是什么呢 不寻常 啊 净土宗的 比起净土宗这种 不寻常 这种特别 禅宗啊 还是差一点 啊 还差点 那么下面 再又进行一个比较 那么 即念念佛 即念成佛 大家往下看啊 这八个字 即念念佛 即念念佛 即 就就着 靠着 这一念 念佛 这个念 讲的时间的短 就这一刹那 念 有念头 和时间 它是个时间单位 它也是个时间单位 念念啊 一念 接一念 那么 即念念佛 你就在这个时刻 当下 这么短小的时刻 你念佛 即念成佛 那么这个短小的时刻 你就是佛 是不是顿 当下就是佛 不假剑刺吧 他当下就是 那么 即念念佛 即念成佛 这就是净土法门的效果 那么跟他相比的是什么呢 历节修正者 那么 要跟他相比 那么建教是历节修正 历 什么意思 经历 历者经历 经过节数 历节就是经过节数 经过很多很多节数 来修正 什么叫节呢 世界成坏之期 世界有成住坏空 这一期叫一节 从成到坏叫一节 历节经历这么多节 修 修并且正果的人 是不是 跟这个即念念佛 即念成佛这么短的时间 就这一念念佛 你就成佛 这个情况相比 是不是 一一一期高峰 一 这个义字 就是复词 更加 亦应该 亦亦 更加应该 亦起高峰 这个亦叫推崇 亦叫作亦的意思 更加推崇 这个建教啊 更加推崇 禅宗 它的高峰 高峰意思 意思是什么 高峰之风范 高峰 就是超越 高超 对净土这种高 这种超越 这种卓越 推崇了 因为我是历节修正 经过 地球成诸坏空 是一届 历节 经历过这样长时间 修正而正果的人 修行而正果的人 是不是对这个 即念念佛 即念成佛的人 应该 是吧 推崇 表示净土法门之盾 那么历节修正者 在这儿 就是我们说的建教 建刺 建建的 建教 那么什么叫建教呢 一光大师 给了很准确的定义 我们在这儿 把它再澄清一下 再澄清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就知道 以后再说到建 以后再说到建 就知道建是当什么讲 建者 建次进修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小学 中学 大学 研究生 建次进修 建次正路 一步一步一步的正路 极念念佛 极念成佛 不需要建次 对不对 我就这一念念佛 我这一念成佛 我不需要从 慢慢慢慢变成佛 我们说什么叫 慢慢慢慢慢慢 第一 十信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等觉 妙觉 对不对 不需要 这是五十二的次位 这叫建次 建次由一初信 正二信 二信 正三信 三信 正四信 这叫建次入正 是不是 建次正路 不需要 极念成佛 就在这时候 就是佛 就是五十二个次位 一下就给短路了 对吧 你只要一念佛 这个时候 你就是佛了 不需要从 十信 十住 咱们说 原教 藏通别原 原教当中 五十二个次位 五十二个阶位 十信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等觉 妙觉 还用吗 不用了 一步 夸道 一步 夸道 那么 这叫建 历劫修正者 历劫修正者 那么对这种净土法门 对这个净土法门 应该啊 应该是 对他的这种高超卓越 相当相当推崇 他是辛辛苦苦 相当相当推崇 那么 所以我们说净土法门 刚才说 即念念佛 即念成佛 这里边有两个意思 对吧 一个是快 第二 佛 是不是就圆满 你看 又顿又圆 是吧 就这个 这表示了时间 又表示了圆满 所以这八个字很重要 那么 那么 即念念佛 即念成佛 历劫修正者 一一 一期高峰 然后他就接着讲 主语还是净土法门 我们大意在净土法门之为教也 咱们再看来 净土法门 再顺下来 净土法门这四个字 放在这句话的前面 净土法门 谱批上中下根 统设律教禅宗 净土法门 谁谱批上中下根 谁统设律教禅宗 净土法门 那么 批 这次念批 批什么意思 就覆盖的意思 上中下根的人 他都适合 他都能照顾到 他都能用 谱批 上中下根 批批三根 就老法师呢 曾经有一段开示 说批批三根 这个字不念背 不是批背三根 念批 一个提手边 一个皮字 这个批 就是批在身上 就是批在身上 是一个意思 古音呢 念批 批批 比如说批红世凯 三宝加批中的批字 均念批 跟我们现在的批东西的批 是一个意思 批批上中下根 你说你聪明立根 上根 你说你是中根 你是下根 都能用 不能说上根能用 下根不能用 或者下根适合上根用 也太麻烦 就这个批批三根 那么统设 绿教禅宗 就是讲了 那么绿宗 教宗禅宗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佛这一代 十教当中分的宗派 那么统设的意思呢 就是统侠统领 换句话说 净土法门 包括了统设了 包括了绿宗 教下跟禅宗 全包括 他怎么能包括呢 对吧 这一句佛号当中 就有绿吗 就有教吗 就有禅吗 真是那样 你看李炳南老句 是说念佛 是吧 你看那个 你看这个偶艺大师 说念佛 念佛就是不识 念佛就是持戒 念佛就是精进 念佛就是禅定 念佛就是薄弱 你看是不是 统设呀 这一句佛号 我们说 为什么叫万德鸿鸣啊 如果说 它不包括律 能叫万德吗 万德就是无所不包 形容词 不是说一万德 德 那么各种各样的功德 全在这句佛号当中 那如果说 它不包括禅宗 或者不包括教下 或者不包括律 那就不叫万德 叫万德鸿鸣 那么 律呢 是 是 去律宗的意思 律宗 律 三学我们有戒学 那么通于诸宗 每一个宗派 都有律 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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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门的 这个宗派 都有戒律 为三藏三学之一 三藏 这个 三学 戒定会呀 叫三学 三藏是戒律论 是吧 这个 不是 律论藏 经律论 是吧 这叫三藏 那么通于诸宗 而南 而唐 唐朝南山道宣 道宣法师 特依五部律中的四分律 弘通戒律 他就依靠五部律 就主要讲的是律 戒律 当中的四分律 来弘扬戒律 故称之 故称之曰律宗 律宗 即四分律宗也 那么 就这个意思 那么 三藏呢 经说定学 就戒定会 三藏的意思是 经律论也 此三者 各包 藏文意 故名 三藏 经历论 三者 叫三藏 这个藏 为什么管它叫三藏呢 有藏的意思 各 每一个 经历论 每一个 都包括藏的这个文意 包括藏的这个含义 故名 三藏 经说定学 律说戒学 论说会学 因之而通三藏 达三学者 称为三藏 三藏法师 就这个意思 经律论 那么这是律宗 那么 三学呢 叫做 学佛人 可通 学者 可通学者 有三 第一 一戒学 戒者 禁戒也 能防进 能防进 身口意 所作之恶业者 二 定学 定者 禅定也 能使 静律 成心者 使心成静 三 会学 会者 智慧也 观达真理 而断望 或者 而断望 或者 那么 戒学 戒学者 绿藏之所权也 戒学 谁来解释 在绿藏里边来解释 他 定学者 精藏之所权 就权柱权血 权势的意思 定学 由谁来权势 由精藏来权势 戒学 由谁来权势 由绿藏来权势 会学者 由论藏 来所权势 比如说我们看 起心论 菩萨论 他们所解释的 都是会 一戒而自定 一定而发会 因为戒而得定 资就是帮助的意思 因戒而自定 因一定而发会 因为你定了 你就发智慧 因一会而正理断恶 正得真理 因为之修学 过此三者 果上则无学也 那么刚才我们讲了无学 那么 因为之修学 过此三者 果上则无学 你在因为当中 就修戒定会这三学 过了因为之后 你正得果了 就没学的了 就变成无学了 那么 就这个意思 那么 这叫做 这叫 律教禅 这些人 前讲了律 那么 这个 道宣呢 刚才我们说了 就是说 至道宣 唐之南山而大成 这个律宗 律宗啊 到了唐朝的南山 而大成 什么叫南山呢 唐代的一个律僧 叫道宣 法师 又称南山律室 南山大士 为南山律宗之主 所以南山一般都是 称之为律 那么 统设律教禅宗 刚才我们讲完了律 下面我们再讲教 教呢 它的意思是教内 禅宗呢 以心传心 不立文字 不立文字的教法 禅宗以心传心 不立文字的教法 叫做教外 禅宗叫教外 它不是教内 关不说吗 统设律教禅宗 这个教指的是教内 什么 那有内就有外 什么是教外呢 禅宗就是教外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立文字的教法 教内就要靠文字来教育 教外的禅宗 管它叫教外是因为它不立文字 所以我们称之为教外 其他佛的生教 其他的佛的用声音的教化 有文字可循的都叫做教内 绿教禅宗的教叫教内 是有文字可循的 就是绿教禅宗 禅宗就是教外 教就是教内 绿就是绿宗 绿教禅宗 就把所有的佛的教育 界定会三学 都给包括进来了 那么如食语之润物 如食语 如同食语之润物 食语是什么意思 应食的雨水 恰逢其食 我正好要水 它就来了 如食语 在这个时候特别好 应食 就是说 合于食令的 这个雨水 你不合于食令也不行了 对吧 我这时候不需要水 我都要三下 我该隔脉了 收玉米了 您这下雨了 您不叫食语 我们管这种语叫饮语 不好这语 太过分了你 是吧 食语之润物 正当这些物品 这些作物 需要语的时候 它就来了 叫食语之润物 食语之润物 若大海之那川 就如同大海 川的就是河流 大海把所有的河流 都给容纳进来 那么这段话的意思 就是说 净土法门 它是这个 普丕 从人上来讲 普丕上中下三根 从佛教上来讲 刚才我们讲了 所化的对象 上中下三根 它都能够普丕 那么能化的这些教 释迦摩尼佛的一代 石教 它都包括了 律教禅宗嘛 你除此之外 就没别的了 教内教外 再加一个律宗 就界定会三学嘛 藏呢 就是三藏 对吧 经历论三藏 学是界定会三学 三藏三学 全包括了 所以所教的人 上中下全包括 能教的教法 全包括 你看就统社嘛 所以它这个对称 英国大师的文字很美 普丕上中下根 普丕对应的是什么 统社 统社 律教禅宗 那么上中下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人 那么律教禅宗呢 指的是法 全包括 除了人 除了法 还有什么呢 就没别的了 对吧 那么如 这就比喻了 所以佛在讲经的时候呢 经常有比喻 前面叫法 普丕上中下根 统社 绿教参通法 法呢 我不太好理解 我给用个比喻 法欲相合 我们下边来讲欲 来跟这个 来形容刚才我们讲的这段词 这段话的意思 即我们一般 叛经教的时候 经常说 以下 以欲和 用比喻 来和上面的法 那么这个欲 这个 这个 这个欲呢 这个比喻呢 如 时语之润物 时语呢 就相当于 这个佛的 就相当于净土法门 是不是 时语之润物 就是润物 物呢 就相当于上中下根 那么若 大海之 那川 这大海呢 就相当于净土法门 这个 那川呢 就相当于 这些上中下的这些人 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 净土法门 像始语一样 润物 润上中下三根 的众生 像大海一样 接纳板川 你说 从上下来的 叫雨 雨呢 把润物 全都得到利益 形容啊 他没有选择呀 对吧 你是草木同龙 你是草 他长草 你是木 他长木 这是一语 同润 草木同龙 一语浦将 草木同龙 对吧 就这意思 如果大海之那川 海在接受这些 河流的时候 从来没有拒绝过 没有说这川 不能来到这海 是你只要是川 我都接 如若大海之那川 所以呢 就讲了净土法门 不是大吗 它怎么大呀 这不就体现出来了吗 对吧 上中下三根 你看它涉寿的面大 它含上的法大 所有的法全是它的 那绿教禅宗 统涉了 你说是不是法大 是吧 所涉化的对象 是不是大 上中下三根 你看全包括了 那么它大到什么程度 就和雨一样 雨多大呀 对吧 所有的万物 那么大的范围的物 这个植物 它都能够润 对吧 都能够滋润它们 海 海大不大 海大呀 大海呀 大海之那 若大海之那川 就像海那么大 所有的 这个大海在这里头 指的就是我们说的佛的一代使教 净土法门 那么那川呢 指的是各个宗各个派都倒归极乐 所以 下面这一话 落大海之那川 讲的是法 所以 以欲合法 刚才讲的这两件事 它都用比喻来 这个 都有这来 给它用个比喻 那么今天呢 时间到了 我们先讲到此地 我们下次呢 再继续跟大家一起学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